大家好 欢迎您持续锁定MKC新闻 我是美慧 今天要带您关注的这家公司 是从去年以积木梦工厂这个展览话题 一直火热延烧到今年的玩具制造商乐高公司 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它如何在面临 破产边缘的种境下来进行转型 乐高公司使用堆叠的积木 让男孩女孩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只玩具 然而随着玩具产品的多样化 乐高积木却渐渐失去了它对顾客的吸引力 为了要扭转这样的一个劣势 乐高公司它运用一些策略 重新塑造了产品的定位 并且将商业与设计的策略并行 推动更多的创新来协助企业转型获利成长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乐高的转型之道到底是什么 首先它重新检视了跟顾客的关系 传统乐高积木的目标客群 大多是锁定以8岁以下的儿童为主 随着儿童长大加上少子化的影响 乐高公司它面临了客户断层的危机 为了要改善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推出了一个乐高大使的计划 从20个国家当中挑选出40名的大使 让这些大使在网络上交流传递讯息 也借此将这些讯息整合到新产品当中 同时乐高重新定位 将产品定位为大人小孩都爱玩的乐高游戏 将顾客分为破坏规则者 信徒会员以及使用者等4个族群 透过探索不同族群的使用习惯 来分层取得资讯 以及提升产品的创新的概念 同时它也藉由经营摄取 并且和顾客维持长期的关系 持续创造顾客对于产品的需求 进而维持获利 在第二个策略 它是重视开放式的创新所带来的利润 它积极地跟外部合作 藉由外部的研发力量来缩短内部开发的时间 例如乐高公司它跟MIT 合作开发了一个Mistron的机械人玩具 一推出没多久 就被破坏规则者这类型的顾客 把程式码给公开出来 起初乐高公司正式暴跳如雷 但后来他们想想 干脆就把平台开放出来 果然吸引到更多这类型的顾客 然后在平台上面 贡献更多的创意的点子 此后乐高公司便利用这类型的顾客 来进行新点子 或者是新机会的一个探索 同时也成立了乐高的Mistron的交流社群 积极地和学校老师们共同开发课程 现在Mistron的机械人玩具 已经是许多学校老师的教学教材 用来启发学生有创造更多的一个创意 我们从刚刚的这个例子看来 乐高公司 MIT公司跟使用者的社群 其实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包含供应者 合作伙伴顾问 以及外围制造者和教授 等等的一个完整的生态系列 乐高公司也藉由利润共享 制裁权的保护等等的配套措施 完成了创造了开放式创新的机制 第三个策略是运用群体智慧 来加速创新的研发 除了在乐高总部的设计师之外 他们也在世界各地派出了设计师 来搜集各国的一个情势 同时也建立一个Design by Me的设计平台 让顾客可以将自己的创意上传到平台上面 并且在经过顾客的票选 最后胜出的概念 可以进入乐高的新产品开发 新产品开发出来的这个概念 最后可以成功上市做一个贩售 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产品规划师 这样一个机制 也让原本需要24个月的开发时程 降低至9个月 大大提升了顾客的满意程度 最后透由拥抱客户迈向开放创新 来做最后的一个成功 因为客户就是最后乐高公司 把自己视为一个服务业 提供客户完整的解决方案 与顾客共创以及拥抱开放式的创新 来创造出一个新的营运模式 那我们在乐高的这个案例当中 也看到了一个开放式创新的一个成功典范 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是美慧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再会